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写作在那时是不合时宜的 是反常规的 是凭他的天性写的 写的自由浪漫 写的不顾及一切 自他这种典荒式的写作 中国文坛打破了秩序 从那以后 一大批作家集合起来 是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 莫言一直在发展着他的天才 他的作品在源源不断地出 在此起彼伏的鼓声中 当然也有指责和谩骂 企图扼杀 但他一直在坚挺着 我想起了野藤 在农夫们为果园里的果树施肥 浇水 除虫剪织的时候 果树还长得病病蔫蔫的 果园边却生长了一种野藤 它粗胳膊粗腿的长 疯了的长 它有野生的基因 有在底下绝境根系吸取营养的能力 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 这野藤长得一棚 自成一座建筑 这就是猕猴桃 猕猴桃也称之为奇异果 它比别的水果好吃且更有营养 读过了他一系列作品 读到最后 我想的最多的是乡间的社伙 我小时候在我们村的社伙里办过新字 我知道乡间做热闹的就是闹社伙 各村有各村的社伙 然后十点开始到镇街上集合游行 进行比赛 我办的新字是桃园三节役中的关公 六点起来在院子里被大人化妆 用布绑在铁架上 穿上戏装 当社伙到了镇街 那是人山人海 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相当的狂欢 莫言的作品就是一场乡间社伙 什么响声都有 什么色彩都有 你被激荡 你被放纵 你被爆炸 我也想过莫言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一 他的批判精神强烈 他并不是实证的 而是社会的人性的 鲁迅的批判就是这样的批判 如果纯实证的 那就小了 漏了 就不是文学了 他的这种批判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 他本身就是不合常规的 他是以新的姿态 新的品种和生长而达到批判力量的 这如桑麻地里长出的银杏树 他生长出来了 他就宣布这块土地能生出银杏树 二 他的传统性 民间性 现代性 传统性是必然的 他是山东人 有孔夫子 这是他的教育 民间性是他的生活形成 现代性是他的学习和时代影响 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 而民间性是各有而不同 由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 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 三 他的文取决于他的格 他的文学背后是有声音和灵魂 四 他的成功是不可辅导性 成功后是不可模仿性 莫言是为中国文学长了脸的人 应该感谢他 学习他 爱护他 祝他像大树一样长在村口 使我们辨别村子的方位 那本文是贾平蛙在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那我既喜欢莫言也喜欢贾平蛙 用他的方式表达莫言更是有趣 两个人都是很有内涵的人 也都是中国的骄傲 那今晚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那如果您还想听到更多的亲子节目 你爸和我又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 那你可以搜索 假妈妈的小写全篇加2018 那今晚就是这样了 祝您好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倒露了 黄美者 转禁